气势磅礴的音乐振奋人心 鸟松艺术高中成果展节目紧凑 眉目都精彩 从民间舞到管弦乐演奏 云林县政府社会处长林文志出席 大为赞赏 我每一年都几乎都会来欣赏他们的演出 那会看到一年比一年进步 也看到这些学弟学妹 事实上都是扎扎实实的这一个真功夫 我觉得孩子如果说 可以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投注的话 他会专注力会更好 比较想说让我的小孩子 可能以后有慢慢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鸟松艺术高中校长表示 这次音乐最大亮点就是二胡加上管弦音乐 舞蹈演出道具增加大型长沙 展现舞台多层次效果 内容上也加入传统文化 启迪善念意涵 中西合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更是呼应了我们学校的一个音乐的古典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利于美 刚和荣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以原真上美 因为这样的一个涵养的内化 我觉得变成一个艺术形式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是当今需要的这样 鸟松艺术高中去年获得教育部教学卓越奖 团队银纸奖书荣 而古典艺术饮宴巡回展演 今年迈入第十一年 除了音乐和舞蹈外 现场还有美术作品展览 全台共演出四场 校方邀请喜爱古典艺术的全台观众共享盛宴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锡红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